又到了庆明扫墓的季节 草屯家老山示范公墓纳谷堂 已经有限大量人潮扫墓技术 因疫情严峻 担心增加传播风险 草屯政工所发出公告 纳谷堂全面不开放进入击败 希望乡亲能够谅解配合 在纳谷堂外面广场 提供工作 给民众摆放基品 基于是祖先就可以了 纳谷堂会避免离便 因为可能通风环境比较密闭 所以就禁止我们民众进入里面 就全部统一在外面祭祀这样 避免群聚感染的发生 也同时呼吁我们民众 尽量缩短祭祀时间 经历到就可以了 为鼓励分散来祭拜 除了提早摆设工作 让大家来祭祀 并且扩大户外祭拜区 避免人潮过度拥挤 对于这样的做法 民众表示 相信只要心意有到 祖先都会保佑子子孙孙 这样也很方便 只能不能在那里疼而已 也是同样 大概也是同样在这里 既然鼓励民众都戴口罩 因为就缩短时间 我们都有放酒精 如果需要民众也可以 都自行喷杀消毒这样 县远检刺生表示 防疫期间鼓励户外祭拜 虽然比较不方便 但缅怀祖先行义最重要 配合防疫期间 其他外在形式 尽量来折中办理 想要我们要有心 要来这次留在祖先 追师 我们这次祖先最要紧 这次工作基盘起来 我希望大家可以体力 工作的用心 不然我们今天去里面 拜也不是不乏来事 因为今天人很多 经历经历期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最重要 我们能够照顾到我们的时间 我们最后人很多时候 我们最后给他们拍面 草屯政公所也呼吁 若民众到纳谷堂来祭拜 会进行人流种量管制 也希望民众来赏幕能戴口罩 并用酒精消毒 祭拜不久留 请民众多加配合 共同为防疫努力 记者洪一伦 草屯采访报导